要放媒體發問 那我們也 是不是有媒體朋友要先做 有人要發問嗎 因為冠姐 你5月10號的時候就剛登記結婚 然後17號就飛到法國 喝酒請找我 對對對 有沒有很想見到太太 什麼 太太的部分 有很想見到她 對有啊當然有 就是 去年亞運到現在都在外面一直奔波 然後 現在 就是先暫時休息 當個好老公這樣 然後童娟 童娟這是很年輕這樣第一次參加奧運嗎 你自己可以幫我們多分享一下 就是在面對這麼多的學長姐 跟你一起對打的那種感覺 就是 就是看他們站在上面 嗯 因為他們都經驗很豐富了 就一直跟我講話 環節我緊張的那種 氛圍 我就覺得 他們都很好在帶領我這樣子 好 那我想先問一下童娟 就是 雖然女單有點可惜 但是在 女團八強的時候 跟中國的王曼英選手 也是打得非常接近 可以聊一下 就是這樣子的 結果會 對自己帶來更多的信心嗎 嗯 我覺得還好 因為 呃 就是 那一場球沒什麼壓力 就是正常發揮而已 但是女單 可能真的很緊張 對啊 就希望下一次不要再這樣子 哈哈 那奧運過程中有沒有什麼 讓你比較難忘的事情呢 畢竟也是第一屆這樣 可能是跟那個 宜盡學姐訓練 哈哈哈 跟她訓練 感覺她真的太厲害了 跟她不是同一個層次的人 所以就想要 回來之後再更努力一點 嗯 可以聊一下後續的一些規劃 或者是安排嗎 嗯 應該就是希望 那個亞運吧 民國屋亞運可以去 就是目標先放近一點 因為很多大賽都沒有參加到 那我想問一下冠姐 就是我們都知道你轉向是花了五年才 而且你當初轉向的時候目標就是奧運 那我們也知道你是第一人 就是進水的部分的人 這個過程中是什麼樣的動力支持著 你往這邊前進了 應該 畢竟你是第一個這樣 就 欸 就是在國中階段 然後 那個 我們廖老師 老教練 他常常就是 幫我們集合起來 講個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 然後就說 奧運是多好的一個舞台 多棒 對 今天來的時候真的 很棒 對 做每一件事都覺得很震撼 沒有去過 對對對 所以就是還在學習這樣 跟你想像的有一樣嗎 奧運這個 嗯 有 有 差不多啦 但是那天 比完賽我就打給他說 老師都騙人 哪有那麼夢幻 他們都怪得跟什麼一樣 這樣 夢幻的部分指的是 就是 欸 就是 所有頂尖的運動員的舞台啊 然後 也 很多人也會想要參加 然後但是有人追求一生 都還是沒有達到這個的舞台 就是 對 對於 這就是夢想 實現夢想的第一步這樣 誠